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这个行业非常普遍 尽管Worchitsky可能会赞扬谷歌两位创始人拉里·佩奇和谢尔盖·布林 但他并不会羞于批评整个行业存在的毫无根据的偏见现象 获悉 拉里·佩奇和谢尔盖·布林曾在Worchitsky的车库内创建了谷歌公司 据了解 James Daymore现在已经因提倡意识形态 反对多样化的文章而被谷歌解雇 对此相当一部分指责了谷歌认为这是在干涉职工的言论自由 对此 Worchitsky表示尽管人们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女性受到基于性别的负面承见评论的时候 公司不能采取行动 每一天各家公司都会对那些发表关于同事的非法言论 或营造敌意工作环境的职工采取行动 Worchitsky进一步反驳称 如果将文中的女性一词换成黑人 拉丁美洲人或LGBTQ 那人们还会做出跟现在这样的反应吗?